那是我的想法 花蓮跟台東是台灣 海岸線最長的兩個縣市 在這兩個縣市 不能說他們住在海裡 但八九布林是他們跟海有息息 相關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比如說呢 比如說 他們可以去賞金 或者是看海 聽海哭的聲音 好的 以上他所說的是 當地人絕對不會去做的事情 不能用 這是光客的行程 這邊能做什麼 你看後面 有沒有 三角網 這個不來 這麼刺激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 在我們這一季裡面 我們都不會做 那我沒有幹嘛 對 我沒有喜歡原證 但是是一定吃給大家看 什麼叫做 靠海吃海 等不及 去哪裡 靠山山島靠人人跑 但是花蓮住海邊的人 卻能靠海吃到飽 煙燻爐裡什麼都能烤 烤飛魚 其餘只是剛剛好 嘎金包裡什麼都能包 豬肉 魚肉愛吃多少就包多少 妳這個很豐富 對 當然 每個都加 我這樣加夠嗎 還是要多加一點 可以 這樣子已經太超過了 太超過了 太超過了 想抓海邊的奇怪生物 夠脆弱 還沒站穩就不會 白浪打到沉浪浪 現在我會把這個 擦在韋汝旁邊 大概兩公尺左右 對 擦清之後 轉一轉之後 要把這個整個魚肉 要塞到裡面 要把它掩蓋 來 跟著我 那個韋汝 韋汝 你過去一點 住海邊的生活態度 就是什麼都靠自己抓 能不能吃到午餐 就看母視這一網 能不能一把抓 什麼啊 你有在撒嗎 有還不錯 這樣放魚網嗎 妳來 有 有耶 有啊 有 有 有 怎麼樣 調皮我 石頭燒紅來滾水 提味要靠鳥燙 火化湯的湯頭 竟是鮮魚丟進火裡烤 火化湯 對 火化湯 對 這個 我先示範一下 這個烤過的螃蟹 就是這幾條螃蟹 對 都在這個火車裡面 有它上面 不是這樣烤嗎 對 讓它有一點 帶點 烤焦的味道 這樣不是有灰 傳遞直送 浩海人的早餐 就是霸氣鮮魚湯 港口料理 就看老鄉用在地食材 一魚雙吃 芝麻的香味 然後有美乃滋 好 因為你幹嘛講話 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可以辣 然後帶點刺蔥香 對 還可以再吃第二片 真的假的 真的 好酥 有媽媽的味道 媽媽 我也加詹姆士的味道 媽媽加詹姆士可以 通過 非常天然的湯頭 很甜 又用鹽菌米的香料 去襯托它的香氣 刺蔥我也放進去了 因為刺蔥跟味噌意外的答案 玩在美食 愛在海邊 不是跟著海邊君民 一起下海的愛玩客 這一條是台11線 花蓮去台東路上 你在路上會看到什麼 看到有一個類似像飛魚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的燻烤爐 這是燻烤爐 這應該是燻烤 好特別 妙的是飛魚不是都來妳那邊 飛魚 台灣有飛魚 有人在嗎 有 妳好 妳好 我是伊娜 伊娜 來一下好不好 好 妳好 來 我們來這邊好不好 好 這是妳弄的 對 我們都知道飛魚是藍魚油 花蓮也有 我們這邊伊昂也有 妳有去過藍魚嗎 有 藍魚的飛魚跟妳們魚不一樣嗎 不一樣 哪邊不一樣 可以是一樣的 可以有 運作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這是什麼 這個是旗魚 這是旗魚 旗魚的肉 這現在可以吃了嗎 也可以吃 現在可以吃 這是生奶 我可以吃嗎 可以 我們變這樣 只撒心裡那個 死不開 很硬 可以 從這個角度 那麼好吃 像肉乾一樣 它裡面好像還是生的 可以直接吃 可以 怎麼樣 你看 那麼好 怎麼樣 越嚼越鹹 一開始咬下去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那個咬度 那個硬度跟我們在吃魷魚 其實是一樣的 它很有勁 你看 裡面還是有一點生的狀態 外面已經燻得有一點硬硬的 很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 煙燻過後的旗魚 冷掉之後的口感 有點像是魷魚絲 比較有嚼勁 但如果在把煙燻的旗魚條 拿去烘烤加熱之後 不但會讓整個煙燻味道 更加地明顯 魚肉的口感也會變得比較地軟嫩 木頭香味搭配著大海的味道 在嘴裡 我只能說 這實在是太舒服了 像這樣用木頭煙燻的方式 除了飛魚 旗魚之外 就連山豬肉 也都可以一起放進煙燻爐裡面 煙燻 愛吃的老沾 好像聞到了食物的味道 趕快 跟著沖過去 大姐 妳做這是什麼 尬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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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裡的特色 尬金包 尬哪個金 哪個包 尬尬的尬 尬 尬尬的尬 金什麼 金子的金 金子的金 黃金的金 對 嚇唬一跳 黃金的金 尬金 尬金包 自己改良的 妳自己 那它原本是什麼 我們叫打富 打富 打富 打富的意思是飯包的意思 有椅子做是不是 飯包的意思 對 飯包是不是可以 我可以講說是獵人包 對 也算是獵人包 也算是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魚肉跟香菇 蝦米 魚肉 什麼魚 這是起魚肉 剛剛那邊有燻的是燻的 是起魚肉嗎 對 燻好之後拿來炒 加一些香料 豬肉也有 這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 有香菇嗎 有 也有香菇 很好吃 藍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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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這個要是只是一碗簡單的乾麵 放上去做一個很好吃 肉燥麵的那個香氣 妳就是還妳吃這樣 不要拿太多 人家會生氣 好 多吃一點沒關係 不會胖 有沒有 濃縮版的肉燥香 對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要是一碗麵或是麵線 放了然後一匙香 就已經下水了 這好 這個是飛魚辣醬 辣醬 對 飛魚的製作的辣醬 剛剛煙燻的那個飛魚嗎 對 魚 很魚 妳都辣很辣 對 而且它的肉質 跟一般其餘的肉質 又不一樣 它比較Q一點 比較Q一點 對 我來寫包一下 我來寫包 因為我真的覺得還滿 把葉子的香氣增進去 它有沒有分哪一面 我們是要這個 這一面 清朝的這一面 對 然後先拿飯 對 對 夏威如 怎麼了 妳以為只有我做是不是 對 妳可以再布妳 試過自己吃了 差不多這樣子嗎 對 加山豬肉 山豬肉 我可以加兩塊嗎 可以 好 我奇怪 我想吃不行 然後再加辣醬 辣醬 味道 再加這個 這個都可以 妳這個很豐富 對 當然 每個都加 我這樣加夠嗎 還是要多加一點 所以這樣子已經太超過了 太超過了 太超過了 來 可是我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子 真的 妳那個叫 來 妳試試看會不會 這是霸玩意 怎麼會 這樣怎麼會太多 自己包來吃 當然就是要包醜霸一點 小阿姨說 裡面所有包的材料 通通都是在地食材 真的不是我在說 不但有用香菇 蝦米炒香的 煙燻其餘在裡面 還有小阿姨自己自製的 飛魚辣醬炒煙燻飛魚 再搭配上煙燻山豬肉 你看看 這些豐富的配料 煙燻的煙燻 爆香的爆香 根本不用想也知道 這個味道是怎麼樣了 小阿姨說 接著拿去蒸煮 大約15分鐘 就可以準備上桌了 吃一下我們的炒蘆維心 蘆維心 對 這是我們宜娜 從山上採起回來的 它完全是沒有農藥的 加我們的飛魚辣醬炒起來 很對 對 很好吃 它就是有 很像甘蔗芯 這個會刷牙 這是乳筍吧 乳尾 乳尾是長什麼樣的 上面有毛那個對不對 對 一隻然後有毛 但是我不知道乳尾這麼粗 山上才有那麼粗 山上才有那麼粗 鮮醬也像 鮮醬的口感 不怪 很粗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 大金包 真的好像是你包的 這是我包的 對 是我包的 兩塊六就是我的 因為我有做記號 這個葉子叫什麼 越桃葉 越桃得越貴葉 桃花的葉子 這個 這個很厲害 好香 尤其是你炒的那個辣醬 蒸的時候它跑到飯裡面去 這樣暈出來 再配一下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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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和包把它贏了 我們不講冬和包 贏那個包 贏那個包 贏了 好吃 看是不是我的 我裡面說我包了兩個肉 有沒有是不是就真的 兩塊肉在這邊 平常 我們都是用紫米 所以這個不一樣 紫色 那是紫色的 紫米 紫米也是那個醬汁 都已經暈出來了 對 對 你看看 飛鷹的味道 有沒有 這是飛鷹的 很妙 因為一般我們吃紫米的話 差不多有時候吃甜的比較多 當然明顯的可以聞得到 那個魚的香味 飛鷹的香味 這個是奇異 好 試一下 你們 好一點 紫米的味道 跟這個白色的就不一樣 不一樣 它多一個香氣 對 魚這個料拿回去 我們在那邊台北包肉燒 我跟妳講大麥 是 這個料好香 但我會覺得 你可以做紫米跟做這個兩種 好香 對 這個也好吃 這個口感很漂亮 因為你吃紫米 可能就吃不到那個 月桃葉的味道了 因為紫米的味道 會蓋過月桃葉 可是如果你吃這種白色的飯 它會吸附那個味道 你一進去嘴裡 就有那個月桃的香氣 今天過六十 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寫 那個什麼飛魚那個 有沒有 尬金包 從現在開始成為台十一線 第二個十八王宮 我告訴你 明察 你很必吃對不對 你每次吃過十八 都會吃這種 以後這邊就是尬金包 小阿姨說 這種做法 其實就是阿美族的人的便當 主要是給出門在外工作的人 待著吃的 而我們看到的 就是他們自己改良後的產物 利用在地傳統食材 煙燻飛魚和其餘來做餡料 讓更多人來到這裡 能夠一口就吃到 滿滿的道地味道 好 接下來我們要跟 近虎部落還有當地知名的名廚 耀宗約好 要去抓一種叫做豆腿爐的生物 耀宗說 只要把魚切塊綁在鐵桿上 看準時機插進沙灘裡面就好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魚兒的腥味能有多重就有多重 因為這樣才可以把豆腿給吸引過來 我怎麼有聽沒有懂啊 這次要擦太讓上來就厲害了 對… 來 OK 三五中指喔 來 上面這裡 在這邊啦 來 過去 對… 來… 瑋盧 瑋盧 妳過去一點 過去 起碼 到那邊想 中蟲 等一下 你看 なんか球最 好像 不要去 太專心好不好 對 來…快點 等一下 來… 畫圍… 好 360度前轉 轉 轉 快點 太深了 好了 好了 把它買一起來 可以… 好 再一個… 剛剛那個浪沖上來的時候 不小心我鼻子吸到了 這樣就有水的味道 現在我會把這個 插在尾茹旁邊 大概兩公尺左右 插進去之後 轉一轉之後 要把整個魚肉要塞到裡面 要把它掩蓋好 來 跟著我走 浪也太大了吧 我們快被衝走了 浪來了就不要動 對 浪來了就不要動 好 現在 在這裡 對 現在 浪來了 太急了 小心 它的力量好強喔 好 可以 好 去這裡 現在我等浪走開 我要穿上去囉 好 一 二 三 加油 好 跳 好 跳 我只有戴這件褲子 我也是 怎麼辦 你都濕透了我 來 第一把開磚 今天有注意到整個噴上來講 怎麼樣 剛剛有抓到鏡頭對不對 有 你們就是喜歡那種 看到一件人家出球的東西 我就說嘛 不管是屬於小組 還是正在看電視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就是愛看我出球 放個陷阱 搞得跟跟海國鬥一樣 妖宗說我們要抓的這個鬥退路 對他們來說 就像是童玩一樣 只要是住在這附近的阿美族 幾乎都抓過 而且可以說是百發百中 沒有人抓不到 妖宗說 只要像這樣被浪打個幾次 就一定會有鬥退路上溝 但是我們節目是出了一個代賽 要抓什麼就沒什麼 到底這陷阱 能不能抓到鬥退路 來 來 我們用我們的手刀 來 趴上去 來 有了 我剛剛看到有 有沒有 這樣做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好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就這樣 要拍把那個氣的絲綜 它從這個絲綿 它就會掉了 好 對 來 我們巡訪一下 我們巡訪一下 來 一個還沒 來 我們來掃一下 這個啊 這個啊 這是螃蟹嗎 這個就是太平洋蟹蟹 有沒有像蟹 有沒有像蟹 來 為什麼 對 為什麼會掉 不會來 好 這是蝦子吧 猜一下它的頭跟尾在哪裡 頭在這啊 它的俗名叫鬥退路 倒著走 所以它是這樣走啊 它的頭在哪裡 頭在走 頭在這裡 然後它是這樣走 對 真的 它不突破了 它生氣了 對 所以它是螃蟹類還是蝦子類 蟹 蟹類 蟹類 怎麼長得像蝦子 它有點像蓄蟹 蟹跟蟹 對 就是蝦跟蟹中間那樣子 對 它長得好像石頭 真的 它們就是海上 它裡面的金龜子 蟹比較小 所以這是 中台蟹 蟹的 怎麼是蟹的 跳 怎麼會撐蟹 來 蟹 這邊 蟹 蟹 蟹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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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 蟹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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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換你了 換你了 來 有 可以 下來 下來 蟹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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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軟有沒有撈到 有 慢慢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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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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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隻不是我的 那隻示範 那隻不是我的 那你的在哪裡 最遠的那隻是我的 好 不要烏鴉嘴說我蟹軟 這隻陷阱不是我放的 我還沒有蟹軟 我就不信我每一次都戴賽 像這種放陷阱的方式 本來就是要靠點運行 不是我再說 我真的運氣很不錯 隨便放幾個陷阱 就抓到了好幾隻的浪花蟹 不過耀宗說 別高興太早 抓浪花蟹 只是小個案而已 午餐吃的魚 竟然要自己抓 怎麼搞錯 那麼累 這邊是什麼地方 秀菇蘭溪出海口 秀菇蘭溪 一般秀菇蘭溪是泛舟 那個秀菇蘭溪 對 所以是在上面那邊泛溪 是 對 現在我們這邊就是出海口 那這要抓什麼 這是要抓大的 大水河裡面有像烏魚 鯉魚 這邊 烏菇蘭溪 都有 我們淡水河是 你確定 秀菇蘭溪是回遊生物最豐富的地方 所以待會兒抓進去抓得到 待會兒我們就抓得到 不然我們中文要吃什麼 好 我們現在拿著直接上船 沒有 危險的感覺 現在就是要捕魚了 一般秀菇蘭溪的泛舟都在上游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現在來 我們要出國了 出國了 而且這個船很簡單 就這樣子 我們在泛舟玩 這邊放上舟 這好適合滑龍舟 這只能在裡面 這算很快耶 你知道嗎 要去掉下去 在船上掃網 是一個 比較講求一個重心的穩度 所以會不會下去 然後船就... 會不會整個翻下去 不會啦 產道 這樣子 產道 對 我們在牽產道 所以... 怎麼看到 沒有攤圓圓的這樣 沒有 照理講是圓圓的 產道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到去那個 靠在石頭那邊 好 好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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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分... 什麼時候比如說 早上還是下午 還是比較多 沒有 沒有 剛潮汐了 現在咧 現在是這要退 沒有 沒有 好 我帶你們去游的地方 好 要去哪邊 我們要去非常有急流的位置 急流 你要去哪裡 沒有關係 可以... 真的假的 你是有顧奶昔好不好 真的假的 這是要體驗... 好 往後再到這邊就好了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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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為什麼沿石邊比較多 不是 快 等一下 真是沒有想到我們坐著膠拔 就直接在秀孤蘭西半週了 但是更沒有想到的是 我們千辛萬苦來到急流區 竟然還是一無所獲 難道我們節目就真的這麼帶賽 連一條魚都抓不到 為了今天的午餐 耀宗不放棄的帶我們 到另一邊的淺灘區 決定親自下水灑網 沒有想到耀宗一圍離我們 馬上就有收穫耶 這... 我們當然不能露氣啊 家母士 為了證明我們節目沒有帶賽 全靠你這一網囉 什麼啊 你有在灑嗎 有嗎 這算有圓了耶 有的還不錯啦 這是要放魚網吧 你來 有耶 有啊 有耶 有 怎麼樣 瞧不起我 烏魚 但這滿小的 這可以了吧 可以啦 可以了啦 中筋來 原來我會... 前面一點 這個是再前面一點 對 對 這是光 對 這個還好 一條魚 沒有 沒關係 內油 我說韋汝 你也笑得太開心了吧 至少我有抓到一條烏魚 我入外景 將近十年的時間 少說也撒了十次以上的魚網 這真的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耀宗說 撒網捕魚對牠們來講很輕鬆 但牠們是被大海給拉拔大的 不能用趕進殺絕的方式來捕魚 要吃多少就抓多少 抓到小魚也會放生 不然以後就沒得吃了 這種珍惜食材的觀念 不就是我們現在每個人 都要學的課程嗎 好的 接下來洗澡飯堂 耀宗說 要用阿美族特有的方法 來煮魚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現在你們看到的是一個 在我們傳統飲食文化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叫做石竹堡 這些石頭已經這麼紅 有沒有看到 好燙 對 很紅 所以我們今天的食材 就是我們剛剛去 就剛剛在這邊 早上抓的浪花蟹 這個要幹嘛 浪花蟹怎麼烤 你要烤浪花蟹 這樣子做嗎 以前早期沒有有一件事 鹹酥 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差一個 對 就這樣烤 對 就這樣烤 這麼是你把那個 我們剛才去 你剛剛也撒網倒的魚 拿過來 你也拿過來烤一下 來 烤幾隻 我們來烤大一點好了 這不用調味 直接這樣子抖 這個要抹鹽巴 要抹鹽巴 對 抹鹽巴比較香 阿美族的石竹法 就是把石頭燒紅之後 丟到水裡面沸騰 把食物給煮熟的一種 烘調方式 雖然海邊到處都是石頭 但卻不是所有的石頭 都能拿來用 因為石竹法的石頭 一定要用 耐熱的麥飯食才可以 一般的石頭 會因為加熱而爆裂 不但危險 而且食物也會因為碎屑 而沒有辦法吃 所以要學會石竹法之前 還是先學會要怎麼分辨 賣飯食比較重要 好 那我們的魚 魚的魚 對 我們把我們今天吃的火鍋的 主要食材放這邊 對 在我們部落 基本上就是 會有一個叫做高湯的過程 這個高湯的過程必須 烤過的東西再下去 都特別有那種焦香味 對 所以這個湯叫做 火化湯 對 火化湯 火化湯 怎麼怪怪的 這個火化湯就是 把這個烤過的以後 我們把這個烤過的以後 我先示範一下 這個烤過的螃蟹 就是這幾條螃蟹 對 豬在這個火堆裡面 有在上面 這樣丟 不是這樣丟 對 讓它有一點 太一點烤焦的味道 這樣不是有灰 海邊煮菜 就是這幾條螃蟹 對 豬在這個火堆裡面 有在上面 這樣丟 不是這樣丟 對 讓它有一點 太一點烤焦的味道 這樣不是有灰 沒有關係 我們會抖掉再洗一下 這個石頭丟到這個水裡面 現在夾石頭 對 夾石頭 可是不是把 你們不是先把那個 這個 這個食物放進去再丟進去 還沒 一定要讓水開 再把食物放下去 真的喔 對 好燙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香料 叫赤蔥 就是它的水名叫 這個是我們部落 最常應用的一個 赤蔥 對 素材的香料之一 然後撒鹽巴 這樣湯有味道 好燙喔 很快 這個 因為這個溫度非常高 它在 它比快速爐的這個 溫度上去比較高 對 還非常快 所以你看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這個水水溫在短短的時間 就可以讓它迅速的讓它變成 升高 對 升高 對 升高 不要讓它滾 對 滾 這樣就會熟 會 一定會熟 你不是說要丟我烤過的魚嗎 等一下 來 你看 這個烤過的魚就是一種 所謂的天然的味素 香的味道 對 增加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螃蟹 魚 炒過的蝦子 蝦子都可以 對 我們甚至可以把浪花蟹 不過我們先吃好了 好耶 對 倒一個人 對 這個什麼吃 練個鹽巴 這樣吃比較無味 對 但我們還有更傳統的 就叫做 The Nass 沾醬 它其實很香 好 今天我們喝 它是好吃 它鹹味是足的 然後鮮味也有 好看嗎 好 比釣蝦場的蝦還鮮 你看 我把這個水 這個高湯 加一點鹽 辣椒 阿米圖的這個標準吃 對 吃啊 這個雞心辣椒 把這個辣椒 這個很辣 對 幾個 兩 三個 米酒泡辣椒 然後米酒 鹽 這個喔 米酒 這個是米酒泡辣椒嗎 對 是喔 還是米酒罐頭 沒有 沒有米酒罐頭 這是米酒 剛才會加辣椒 剛才會滾 真的會滾 丟野菜 丟野菜喔 對 丟野菜 把這個皮肉 怎麼吃 加一點鹽巴 鹽巴對不對 鹽巴 對 還要加一點 我們這位美麗的小姐 加一點刺 刺蔥 刺蔥會自製人 對 它帶刺 對 它帶刺 它跟玫瑰花一樣 要加幾面 刺量就好 好 你來吧 什麼意思 它不是剛剛交代你 我是下這個 看啊 你不要每次夾後座 均勾都 對 然後青蔥都是你 這怎麼拔啊 就小心 不要被刺到 我剛剛是聽到髒花嗎 它整個 它連葉子都是刺 它連葉子都是刺 它不是只有梗刺而已 對 它煮熟了就可以吃了 那這個刺也可以吃嗎 可以 基本上這個魚是已經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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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嗎 夠了 來 開大火了 等一下 有開關 等一下 可以轉小火 可以轉小火 好 可以了 好 耀宗你真的很幽默 你 阿美族人真的太令人佩服了 像這樣撿一些賣飯時代 加瑞當火源 坦克竹子來 還有附近摘的野菜 跟自己撒網捕到的魚 就地取材 就能變出這麼豐盛的一餐 在我看來 對阿美族來說 這個大自然 根本就是他們家的冰箱 想吃什麼 自己去抓 就能立刻的野炊 我只能說 阿美族人的生活智慧 真是厲害 那我們把這個沾醬放在這裡 來 沾著吃 對 我們沾著吃 這個是一個很天然的沾醬 對 用它的湯 用鹽跟辣椒這樣沾著吃 很好吃 山蘇 對 記得不要參加比賽 對 一定會出山吃 很會辣 還好 好 這是什麼 你覺得這是什麼 它是木鳥子的葉子 木什麼 木鳥子 對 它的果實長起來有點像手魚蛋 這也好吃 魚肉 魚肉這個是煮惑的 這個很像是詹姆士撒到的 對不對 對 這山蘇醬很好吃 山蘇很好吃 超脆的 然後你可以吃到山蘇 最原本那個味道 然後加一點這個鹹鹹的 然後有點微微辣辣的 這種 大自然給你的 對 這種最好的鯉魚肉 最天然的調味料 對 烤烏魚 一般都烤烏魚子 很少烤烏魚 它邊邊這樣焦焦的 真的滿會吃的 你怎麼吃 我吃 沒有 漂亮 真的好厲害 愛吃 這是那種 我們日本炭烤店烤出來的那個味道 就是 焦焦鹹鹹 這好耶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這種 是 跟我們在地生活 在地飲食 非常有關係的一個 傳統飲食文化 我們不曉得 大家現在接到 接觸到原住民 不管是靠山或靠海 很多是在原住民的餐廳 來吃到的 可是你一直很好吃 要靠海是什麼 但剛剛 剛剛耀宗有講 阿美族不是只有海 它實際上也是瘦連 但是這樣子的 那一般的人 有沒有可能 來你們這個地方 也有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 當然 現在就是 用餐禮體驗的方式 來讓你們有一個有產 聽到沒有 想要體驗看看住海邊的人 到底是怎麼樣生活 怎麼吃 來這裡就對了 其實近埔社區發展協會 有在推行生態導覽的活動 不但可以讓民眾 更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文化 也能夠一點一點的建立 要愛惜大自然資源的觀念 更希望可以藉此 把他們的傳統文化 一直保留下去 今天又是捕魚 又是被浪打的 靠海生活真的沒那麼容易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看 維持陶海人一天精神的早餐 到底都是些什麼 這邊的早餐是些什麼 你看 早餐是生魚片 對 肉燥飯 鮮魚湯 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鮮魚湯 我們在哪邊 我們在花蓮 在花蓮 花蓮就是靠海 整個花東跟台東 就是所有海岸線最長的地方 就吃它 吃這麼多 來 只要你到漁港旁邊 這個早餐店 它不屬於什麼 它不屬於那種 對 是當地的 你就一定要來吃 是 所以它的魚湯有特色 怎麼樣 因為它這邊很多的 漁港的魚肉 都騙下來 拿去給人家賣撒心 剩下什麼 骨頭 骨頭跟頭 對 所以這個裡面 這個是鬼頭刀 應該是鬼頭刀 所以它裡面吃的都是骨頭 真的 都是帶骨的 不是帶骨 帶骨的其實是最好吃的 為什麼 你到底吃 它的肉是最嫩的 帶骨不是都是人家不要的嗎 可是它的骨邊都是最好吃的 不管是豬骨 雞骨 魚骨 你看 這還有眼睛 這是眼睛 對 還有眼睛 絕對是嫩 如何 這是哪一塊 還帶一點脂肪 對 它只有魚骨的部分 好嫩 對 所以它湯頭沒有什麼料 就是很簡單地去煮這個湯 加一點薑 可是魚的鮮味 隨便吃一塊 魚的鮮味全部都在這裡面 對 那邊 這一塊好 那皮還有一點脂肪 當然 滿兩天吃的 像這個骨邊肉 你看 像這個 這種就不要放掉 趕快放進去 不要給旁邊的人 炒得都被妳拿吹 妳有聽到的 對啊 我說真的 我伴大家說 我沒有吃過魚骨頭刀的眼睛 你看 大顆 妳喜歡吃眼睛嗎 這種 舒服 眼睛旁邊的這一塊最嫩 來 是不是嫩 不好意思 魚眼睛旁邊的肉 怎麼那麼好吃 它是有嚼勁的 像雞肉的那個嫩的那個部位 然後又有一點膠質 雞脖質的那個部位 然後又有魚的肉 好香 魚的眼睛會一直動 像這樣開在魚港旁邊的店面 最大的好處就是 永遠都可以拿到最新鮮的魚貨 不用怕買到不新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還能吃到最在地的料理 只是沒有想到 住海邊的人 一大早的早餐就吃鮮魚湯 這未免也吃太好了吧 既然都早起來到了魚港 當然就不能錯過魚港的重頭戲 魚船進港囉 接下來就去看看花蓮 這個地方進來的新鮮魚 或有哪一些 也讓我們入境隨俗的 請詹姆士準備一個港口料理 來分享給靠海吃海的人喔 對不對 這個是 這是什麼 漁獲市場嗎 請問一下這個是 這個港口的嗎 對啊 剛補到 早上 早上喔 對啊 這鬼頭都要怎麼補 我們是定製王 你是定製王 對啊 在外面已經都放好了 對 然後把它抓回來 早上處理搜而已 我們有什麼魚 可以帶我看一下嗎 我可以 這是鮮魚對不對 對 我可以拿一下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這也是剛補回來的 對啊 很新鮮 很新鮮 新鮮的 這個現在再來怎麼辦 就直接送去漁港嗎 不是 市場嗎 對啊 待會兒就送出去了 所以這個是都有人訂了 對 這個是鬼頭刀的 鬼頭刀 也是今天撈到的 還會撈暖 很新鮮 吐口水 對啊 放定製漁網撈到的魚 是客室對漁頭有什麼 對 就看什麼魚進去 我們就抓什麼魚 每條刀算是裡面最 經濟價值最高的嗎 可以 也不是 它算比較中等 目前比較中等 這支店就給我吧 可以 是不是 早期的漁船進港 是值得的 像這樣直接跟漁船買魚的感覺 就是有新鮮 在石立坪漁港 出去沒多遠的海上 就有一個定制漁網 只要天氣允許 漁船就幾乎每天都會出來去收漁貨 像鬼頭刀 煎魚 其餘 都是花東比較常見的魚 花東地區得天駝的海洋資源 根本就像是一個海洋ATM 接下來 就要稍微了解 當地的飲食習慣之後 我決定拿當地的香料來入菜囉 你沒有加辣油 有 那不是很辣 不會 辣油怎麼會辣 辣椒才辣 這一罐就辣 待會兒我的生魚片是辣的 因為我想說既然都來到花蓮了 也來嘗試一下原住民他們這邊的做法 因為他們都什麼吃什麼都加辣 對 今天做兩道 給我一個盤子 快點 這個是要做火鍋 今天要做一個生魚片 一道是火鍋 火鍋是以味噌湯跟牛奶煮這盒 對 來 一樣來一點點的牛 這個就不要多了 爆薑片嗎 先拿來爆 這跟草薑乳鴨做法是什麼 不太一樣 因為魚的話 我們希望它的腥味要拿掉 要把這個湯要熬出來 湯好的話怎麼都會好 然後這個是魚譜 是要熬湯用的 對 先爆香嗎 魚熬湯的方式有很多 我今天用的方式是 把魚的先煎過之後 它的湯汁就可以吃 薑也進去了 然後你現在就是也不用急著翻 反正我會怕它焦皮 就是要它焦皮 就是要弄到焦焦的 所以沒有要吃它的肉 薑可以去腥 所以沒有要吃它的肉 我們每次在熬湯的時候 要進去腥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對 如果你在熬湯 你在這個地方沒有煎酥香味 你把水放進去 湯不會香 就沒有味道 如果這邊你覺得很香 湯放進去 會最早要一般香 因為它就很燙 因為相對的這個 在煎的時候這個步驟可以 你也不香 什麼都沒有 我又學到一招了 這熬湯的小撇步 可是要好好的筆記起來才行 把新鮮帶骨的魚肉 連同薑片炒熟 並煎到恰香 恰香之後 再倒入水來熬湯 等到魚骨的焦香味 都融在湯裡面之後 就可以濾掉魚骨 留下高湯 接下來把菇類 蔬菜都炒香之後 再放到高湯裡面去煮 光是這一鍋 就已經讓人很期待了 湯頭熬煮的同時 詹姆士也已經把 剛剛切下來的鬼頭刀 片成生魚片擺好 什麼 還拿出噴槍來 來 烤得有點熟 都焦焦了 料理結合體 半生半熟的魚 點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拿 赤蔥 赤蔥 因為這邊它們是赤蔥 所以我不覺得弄點赤蔥 因為赤蔥它有個香味 那個香味是介於什麼 介於香茅 又有檸檬 香茅跟檸檬的中間 對 所以這個來做生魚片 其實它的提味 不會到效果最好 來 上菜 試試看 你趕快吃 如何 它沒有生的生魚片 那種新的感覺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蒜片 然後跟那個醬 那個醬汁有點像是芝麻醬汁 沒有放芝麻 因為放了香油 香油 有芝麻的香味 然後有美乃滋 然後你這樣講話 這個像是 微微的辣 然後再點赤蔥香 對 還可以再吃第二片 真的假的 真的好吃 我都很餓了 吃吃看 好吃 這是所謂原住民的赤蔥 跟你們的這個辣椒 跟你的辣椒 所調出來的醬汁 還可以 我對這個醬十分地特別 而且有一種 跟我們的味道 特別熟悉的 就是那個小辣椒的味道 小辣椒跟刺蔥 對 所以這個味道你有奇怪嗎 這個我覺得 帶一種很特殊的這種 中式跟日式的這種結合 對 又感覺又像西式的這種 對 我覺得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味道 對 讓我第一次可以感受 炙燒也可以做出不同 用醬汁的這種方式 對 魚肉跟原住民的這種香料的這種 鬼頭刀炙燒成半熟的狀態 讓外層魚肉熟的部分 有一點焦香焦香 而那層生魚肉的部分 則是保有鬼頭刀魚肉肉質 軟嫩的狀態 再搭配上大蒜 酥片 增加香氣和口感 還有阿美族常用的刺蔥 帶一點檸檬香茅的味道 最後沾上辣椒泡米酒 做成的醬汁 微微的辣度 讓整個鬼頭刀 在嘴巴裡面非常地清爽 就是會讓你想要 一口接一口地吃下去 果然新鮮的食材 就是做出美味料理的大關鍵 你的湯很濃 吃一下鬼頭刀 它的肉很細 它有點細得夠厚 它咬起來是有彈性感 對 很舒服 這種大口吃的魚肉 你這香菜加上去也加得很好 是不是 又多另一種味道的那個感覺 有媽媽的味道 媽媽 會加詹姆斯的味道 媽媽加詹姆斯 可以的 通過 非常天然的湯頭 很甜 用這個原住民的香料 去襯托它的香氣 刺蔥我也放進去了 因為刺蔥跟味噌意外地搭 真的 真的 然後韋汝就一碗一碗的接著吃 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韋汝 你可要收斂一點 別整鍋吃光光 剛才練的魚骨高湯 加入牛奶味噌和魚肉之後 再把香菜刺蔥和辣椒米酒 加進來提味 母絲流混搭阿美族香料的鬼頭刀火鍋 它就完成了 試吃看 你一定不會後悔了 我想身為一個專業的愛玩客 跟一個專業的貪吃鬼 當然是要吃到哪兒就要玩到哪兒 像這樣深入當地文化 使用在地的食材 去頻發出各種不同的料理 像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旅行的意義 靠海的生活 其實靠山是山 靠海是海 個人覺得山有山的巧妙 海有海的豐富 兩邊可以試著做做看 阿美族得天獨厚 他不僅有山也有海 今天這一集 我們做的是海的生活 可能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做一下阿美族三個生活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阿美族只是 靠海吃海 好不好 人家也有靠山吃山 對不對 來個野人的生活 野人 野人也不錯 就在藥中吃完 最後一口的菜的時候 這一集要跟大家說再見 如果你有時間 有機會來花蓮走一走 不要忘記 進到部落的生活 感受一下部落這邊 他們怎麼去運用他們的漁獲 跟他們的香料 好不好 我再不吃來不及了 你先繼續想 我們繼續吃 我們乾杯